伟雅 你相信许愿吗 我不相信许愿 如果许愿能成功的话 就都不需要努力了 很多时候 这不过是一种心理逃避 你相信许愿吗 那 那你相信李弗雅吗 董事长 我不相信许愿 但我相信心诚做令 只要你们有缘分 一定还会再见 谢谢 我这里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好 心诚则理 永远相见 可他要再不回来 我还能记住他多久呢 你不用了 违安 董事长 不在 你有什么愤怒 酒店 是停电了吗 没有 原来是这样 董事长 您 您怎么了 没事 我可能 看不见了 可能是我烟花了吧 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 她说到门口了 你信吗 大概是恶作剧 或者是被盗号 反正我现在不想听 我回来了 好了 祝我生日快乐吧 喂 明明是你们特意给我准备的 生日派对 怎么都不说话 我去补个妆 我去补个脑 这两年 你到底去了哪儿 我去了巴黎 遇到不错的团队 就合作到现在 这不是国内要办展吗 我就回来了 对了 忘了说了 我现在的身份 是策展人 策展人 嗯 那 你不画画了 也不能说是不画画 至少我还在这个圈子 还在跟画打交道 那不一样啊 诗诗 你告诉我 两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非要说的话 大概就是那件事吧 明诚哥 你爱必求静吗 什么鬼啊 你为什么突然卡到我身上啊 你 当然啊 要不然我怎么会和他接会啊 哎呀 结婚三年了 还这么纯情 真的是有个好老公呢 傻的 那个 和我们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再问 如果哪天你们分手了 你会怎么跟周围的人交代 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感情好 一定会想知道原因 但是因为各种理由 你又不想细说 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怎么做 断联 或者 失踪 没错啊 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不对啊 这是陷阱 李明诚可别被绕进去 其实这两年 虽然我没有联系你们 但是我都知道 菲菲进了娱乐圈 如今正是上升时头 邱静留校做研究 过两年应该就是教授了 而你也在投资圈如鱼得水 我还知道 伯父伯母急着抱孙子 今天催你呢 而且连你也 那个 这个你从哪儿清楚的 你可不要小乔网您的情报网啊 这菲菲爸妈 不是组织相亲局嘛 把我爸妈也拉进去 多了 这么快就憋不住了 你是哪里来的腹黑小妖精 还我傻白天做事 不信 来宴 两年没见 腰也细了 脸变小了 哪儿哪儿都变漂亮了 怎么样 跟我抢放晚了 不对 说不定被夺赦了 来 回答我的问题 我咖啡放几块糖 豆腐脑吃咸的还是甜的 喜欢吃蛋白还是蛋黄 出火锅吃干碟还是油碟 我一天吃几顿 一顿吃几碗 现在你在十秒内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啊 真的是周氏 周氏回来了 这样就承认了 吃货不需要逻辑 我老板在群里发飙呢 我肯定要先走了 不行 好不容易回来 这回不会让你走了 这次不走了吧 不走了 看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好吧 如果你要是再敢随便消失 就跟你绝交 绝交 谢谢你们 给我准备三日礼物 那 我走啦 去吧 走啦 小心